很多人炒西葫芦的时候都喜欢直接下锅炒 那样炒出来的西葫芦不是出汤就是出水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实用的好方法 炒出来的西葫芦脆嫩入味不出水 出锅以后三碗米饭都不够吃 大家好,我是每天分享一道下饭菜的西西里 首先准备两个西葫芦对半切开 再一分为四 然后把瓜囊去掉 瓜囊在炒的时候特别容易出水 接下来再把处理好的西葫芦切成小长条 西葫芦非常容易熟所以不能切得太细 不然炒一会就软趴趴的了 切好之后装入大碗中 然后再往西葫芦中撒上一层石盐 再下手把石盐抓拌均匀 让每一块西葫芦都裹上一层石盐 把西葫芦腌制一下可以更好的腌出水分 这样在炒的时候就不容易出水了 接下来再准备一把大蒜 把大蒜切成薄片 再切成蒜末 这样可以更好的增加香味 切好之后装入小碗中 再来一块生姜 切成薄片之后再切成细丝 再来一截大葱 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和蒜末放一起 再来一把泡过水的干辣椒 用剪刀剪成小段 干辣椒不仅可以增加辣味 而且吃起来香味更加浓郁 配色也更加好看 最后再准备一块肥瘦肉 用肥瘦肉炒出来会更香 先把猪肉切成薄片 然后再切成小块 最后剁成肉末 让肥瘦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剁成肉末之后 再把它装入小碗中 这回再来看一下西葫芦 已经淹出了很多水分 然后再把西葫芦取出来 把水分给它用力的撞干 这样在炒的时候就不会出水了 而且炒出来的颜色也非常的好看 然后再倒入清水摸个西葫芦 再用清水把西葫芦的食盐清洗干净 这样炒出来的时候不会咸 最后再把西葫芦挤干水分 先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把锅烧热倒入食用油 先用油把锅润透 然后再把肉末放进来 先把肉末炒至变色 然后再把肉末的油脂炒出来 炒至微焦即可 接着把葱姜蒜倒进来 再快速的翻炒均匀 炒出肉末的香味 炒香之后把西葫芦倒进来 然后再快速的翻炒均匀 接着再进行调味 加入一勺食盐 少许的鸡精 一勺蚝油 一勺生抽 最后再把干辣椒放进来 然后再用大火快速的翻炒均匀 把西葫芦炒入味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您的每一个点赞 关注 留言和转发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炒好之后就可以盛出来啦 再把美味的西葫芦装入盘中 出锅的那一刻 闻着就香气四溢 西葫芦吃起来脆嫩又入味 配上一碗米饭真的是绝了 这样炒出来的西葫芦颜色非常的脆绿 好看又好吃 做法也是特别简单 不喜欢吃西葫芦的一定要试试这个做法 味道真的是好极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道肉末西葫芦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 关注留言和转发哦